荷兰四天 王东成终于回到台湾 开心的直说简直就像是多放了四天假 只不过駭出晚舍多烧了上百万元 算了一下 差不多多花了七位数字吧 因为我们这次大队人马需要有十几个人 火山无一景的爆发让前往荷兰 提写真书拍摄照片的王东成以外受困 反韩日遥遥无奇 一行十多人天天都到机场排位候补 不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火山爆发之后 欧洲的天空难道真的火山灰密布吗 原本我妈也以为很紧张说 那会不会当地的领空全部都是灰蒙蒙的 但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可能只有冰岛有灰蒙蒙的现象 虽然没看到火山奇景 不过王东成早是多拍了不少好照片 就希望即将推出的简直说能够多卖几本 好补贴 自贴下来的亏损